晾干了以后就可以拿来烧肉啊烧菜都可以的 凉拌菜 如果现在像现在这种状态是凉的 还没有干的状态下呢 你可以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都是熟的了 做这个腐竹 其实也不是很难 就是很花时间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做这个腐竹 我们通常是在东方店里能买到 其实做这个腐竹看来也不是特别难 它主要就是前奏就跟你做那个豆浆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黄豆呢是隔夜泡好的 我用的是两倍的黄豆 隔夜泡好 我们要用的水呢 就是十倍的水 就是以1比5的比例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黄豆呢 把它摇起来 我们分次把它放入打碎鸡 把它打成豆浆 一比5的水把它全部用完 过滤 把豆浆把它过滤出来 我们开火把这个刚刚打的这个豆浆呢 把它煮开 大火烧开 像这个上面的这个浮沫呢 我们先把它去掉 泡沫不要 在这个煮的过程中呢 我们不用去搅拌 不然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沫 有气泡上来 它都快要开了 所以我们把它转入小火 看这个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折皱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往一边剥 用筷子 剥到这一边上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调起来 调起来就是这样的 上面一层的豆腐皮 那以后呢 我们把它放入这个烤架子上面 晾凉 再继续等待这个 它会慢慢的 它上面又接一层一 一层一层的把它夹出来 这就成了腐竹 这个第二皱皮出来了 我们现在又把它往一边推 推过去以后呢 就用筷子把它夹起来 好 这就是第二个 放在这 好 那边再继续煮 一次把它做完 你看这个豆浆 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把它夹出来 最后一个 这一半的豆浆 还有一半 这剩下的这个我们就加点糖 我们把它倒入这个瓶子里面 放入冰箱冷藏 这就是豆浆 豆奶 这个腐竹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烤盘架上 把它晾干 晾干了以后就可以拿来烧肉啊 烧菜都可以的 凉拌菜 如果现在像现在这种状态 是凉的还没有干的状态下 你可以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都是熟的了 做这个腐竹 其实也不是很难 就是很花时间 好 这个豆渣呢 有些人就是拿来做馒头 做面是可以吃 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 到时候可以把它炒一炒 也是很好吃的 好 我们先把油烧热 加点草木进去炒 把它炒香 现在都算已经炒香了以后呢 把这个豆渣呢 倒进去 好 翻炒一下以后呢 加水 因为这个豆子嘛 打豆浆出来的豆子都是生的 水加水 最后多加一点水 一定要把豆子煮熟 可以加点盐 就按照你需要的量 盖盖子焖煮 因为每次做豆浆的时候 这个豆渣是最不待见的 很多人就把它扔了 还有人拿去做肥料啊 或者 其实这豆渣也是粗粮 你看你打豆浆的时候 出来的这么一大半的都是 这个渣也就都 就粘了一大半的豌豆 所以还是可以吃的 偶尔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 这个豆渣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加盖 因为它这个豆渣的密度 比较大嘛 比如说煮的时候 就跟我们做粮粉一样 可以起很多泡泡 小心防烫哦 加个盖子 把它煮 你看都煮成这样的 基本上是煮干了 我们倒一点点醋 这个我们这个加点醋 是让它增香的 所以不要加太多了 要加的变成酸的就不好吃了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 加一点点的淡的酱油 就是味极鲜也行 搅拌均匀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盛起来吃了 豆渣就这样就烧好了 再撒一点点葱 这个豆渣呢这样烧 吃还是挺好吃的 偶尔吃一次 因为这个是用的是最简单的用料 就用了点盐 酱油和醋 味道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